大家好,我们又回来了 大家好 看看你有发现今天有什么变化吗? 没有 你没有发现今天比昨天少了一个小时吗? 今天你几点起床的? 9点04分 那如果这个时间放在之前就是8点钟起床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? 为什么? 因为从今天开始,安省的所有人 都要把他的时钟往前调一个小时 回到跟夏天一样的这个时间段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是进入了夏令时 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跟国内的时差就是差12个小时 那么之前在冬天是差13个小时的 对吧? 对 但是在夏天因为日照的时间长了 为了节省能源 所以安省就把所有的时钟拨快了一个小时 让大家在白天天亮的时间工作省一点电 是不是很有意思? 是 可是你知道先冬令时下令时这样拨时间的方式 有很多国家和地区 之前就是这样的 但之后他们就觉得太麻烦取消了 嗯? 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? 不知道 因为这个时间拨来拨去 就会造成人自己身体的生物中 然后是一个混乱的状态 那就是乱了 哦 嗯 就是你身体有他自己闹钟 是的 所以 嗯 就是 你要是那样的话 你就会 你做什么东西 你就要去七万一个小时 对 那现在安省已经立法 已经通过了 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冬天啊 夏天的两个时间定在一起 但我们还是需要等 美国 纽约啊 还有魁北克省 这两个地方 统一都通过了这个法律 我们才能执行 不管怎么样呢 这一个星期 既然始终已经调快了一个小时 小朋友们就要早睡一个小时了 这样不至于早上起来太困哦